第四场赛事,八周年纪念银瓶,国际三级赛 所以也有外队参战马,就是圣灵之刀 今次也换上士宾沙 这一场也叫做养榜赛,因为是三级赛 所以轻榜马也会够好处 而何摘尧本身这一场早两三个星期 预计会跳出香港 但是马在操练上有些缺停,所以没有跑到 最后是骑霸神区 这一家好好马也知道何摘尧本身没有空 已经订阅了莫尔拉 而骑霸神区近况的确实出众 早上跳也相当健康,马身很饱满 我觉得这一批马在状态大涌之境 看看上次一月杯的赛事片段 现在在尾尔,蓝白银条三就是协霸神区 迈蓝黄三就是圣灵之刀 今次也有份在这场赛事上阵 我先讲协霸神区 上次虽然步速也不太洩 直到中外档是有利的 但是它也叫初跑谷草 不断以一个二十二秒六八全场 最快的时间边回上来 前面的幸福分里头先走掉了 但见到涌霸神区也越泊越近 今次回到田野草更加正宗 这一批马就快步速也合追 这一批马步速也爆得起 我认为它的跑法比较高 虽然要被动一点 但我认为它会励冲一段的马步 在这组里背着轻磅 何宅尤其配力都大真 所以首选挑选它 另外一号码时辞精彩 当然在级数上 在这组里面一定是佔优 但始终也背着国际赛 要背着顶磅来跑 的而且会有些考验 看回上一次 在10月8日的香港屏 放头是时辞精彩 部速偏快 14度没办法 综合位置 黄衫是浩浩马 前面时辞精彩 都富于横抗 虽然被药满屏 但王子丁也是赚了 所以值得尊重 现在镜头尾的浩浩马 直路初头都蠢蠢围困 而刚刚都被人夹了 回来的追势都不差 要好好码 亦都是跑到季中打后 上季 然后表现一直很稳定 会不会是季中打后 会更加好处的马匹呢 所以 这次一早知道 如果没有空的话 我找到雷神 似乎都心有所属 这次要加入这个配局 另外 盛林知道 在香港 跑了两场 一月杯 刚才看过 圆栏追上来 亏了一些内南鸳鸯地 当晚没有哪一只都可以 这样捐上来跑得好 另外 他在之前 在负累人待赛 亦是非常失败之下 然后跑到第四 所以 他在香港的级数 绝对有得差 重金礼拼 虽然未知他能不能做到 114磅 但是 都是有诚意 所以配局 就减了他 第四周 波仔选了爆气 协霸神区 一路时期精彩 狗好好码 和秋码色灵之道